向山饮食书坊日前在向山游客中心盛大登场 不但摆设数多语食物以及在地产业相关的书籍 也提供相当舒适且方便的场域来提供给游客阅读 这是向山饮食书坊 就是一个一年只开两天 我们称之为全台最美的快闪书店 这个书坊主要因为日月潭 主要就是茶产业还有香菇跟兰花 我们这边也是从饮食出发 选了近五年来 我们觉得相当精彩跟饮食相关的书籍 那就希望大家可以每年想到日月潭来这边 那当然也要有阅读 那在里面可以静下心来读饮食相关的书籍 所以我们这次选了很多 比如说跟咖啡啊茶啊 还有食谱 以及个人的一些饮食记忆有关很好的散文 于是向公所农金客长指出 这次的展览是最美的快闪书店 包含选书等等 都含有许多在地产业相关的书籍在内 进了推广在地特产 我们就是为了推广产业阅读 然后在向山书店设立了一个快闪书店 那这个书店是全台最美的快闪书店 然后透过这样的阅读活动 去认识我们的咖啡 认识我们的红茶 然后让消费者 能够更了解我们这个产业 那我们书店里面的选书 都是以茶跟咖啡为主 所以我们定位为饮食书房 然后希望说消费者来这里之后 可以进一步的认识我们的地方产业 然后透过这个阅读平台 我们可以再把香菇 兰花 丝瓜 跟各种农作物 透过这个平台 能够了解到鱼池香的特产 先议员王秋淑相当肯定主办单位的用心 也期望只有这样的方式 能够帮助在地产业来推动 喜爱我们阅读的好朋友 在我们的向山游客中心 这里有举办的向山阅读这个活动 一年才展开一次 在这里的风景优美的地方 可以在这边阅读书籍 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地方 希望有喜爱阅读的好朋友们 如果我们在向山举办的喜爱阅读这个活动 希望大家都能来踊跃报名来参与 看我们这边风景优美的地方 可以在这个休闲的休闲区 可以在这边阅读 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空间 书中自有黄金屋 借由阅读不但能够学习许多知识 也能够借此来认识在地产业 王艺员感谢主办单位的用心 也期望借此将在地产业推广出去 记者邱品逸与此三番报导